那是顾家长子吧 身边那个女孩是什么 不知道 还是挺漂亮啊 你觉不觉得 这位姑娘跟顾董事长的 串营的金夫人 有几分神似啊 真的挺像啊 是不是就是金夫人 跟别人在外边生的那个 私生女啊 什么别人 我就是林氏集团的董事长 都传开了 大哥 那些人是在聊 我们跟顾佳的八卦吗 果然呢 说得这么大声 应该是怕别人听见吧 老夫啊 这位是安生的女朋友吧 真漂亮啊 那行 你们一家人先聊 我去找找老秦 你先忙 爸 生日快了 这是安心彻底的 您挑的女朋友 祝您生日快 人来了就好 没必要那么拘束 是啊 是安心 又是一家人 不能那么客气的 所以那个人 就是那个百分之五 嗯 不过要是爸爸在就行 他在干嘛呀 来别人那边认女儿 疯了 我找了他那么久 你得来全目飞碰 正好老二今天那个 就是郭艳莫在 这郭艳莫是个极油机器吗 拿那么多奖干什么呀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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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我 阳光大男孩呢 林总当然是最完美的 你是她的上司 她当然不敢说实话了 你大胆地说 我不会怪你 林总 相比起这个 还有一件事情更重要 今天的故事宴会上 邀请了安心小姐 和安心小姐一起去的 还有这个顾安生 这个顾安生是 是顾家夫人 和前夫的孩子呀 跟安心没有一点血缘关系 有没有一点危机感 你怎么还在啊 你是要在我家住下吗 也不是不可以啊 你们家的床又宽又大 林总 最新的消息 林方总也会去 准备一下 您是要 故事宴会 冒昧问一下 你喜欢魔术吗 你是 魔术的有趣之处 就在于它充满了秘密 可一旦揭开了面纱 可能就会让人失望 而你做好准备 迎接新世界美好的秘密了吗 这人说话怎么一股传销呢 该不会是骗子吧 我突然就 不想知道 女人的心思果然难猜呀 尤其是漂亮的女人 女人的心思 骗钱不行 你以为我是骗钱的呀 你以为我是骗钱的呀 那不是牛卫公司的总裁吗 他抢了故事集团不少声音 怎么会来的 是啊 X2 小疤 好久不见 正式介绍一下 凌悦 凌悦 二弟 这腿好 跑得挺快啊 你说到底 是萧医生的技术好啊 还是你的演技好啊 可以邀请你跳支舞吗 安西小姐 我可能没有资格跟你做你跳舞吧 那请问我有这个荣幸吗 死了 好久不见了 一起跳支舞吧 走吧 我们跳支舞吧 走吧 我们也去吧 好 我 我 那个 我 我 现在 才是 我 最后 我 一个 一个 你认识我这个弟弟多久了 凭水消防而已 那我就得多多少少提醒你一句 我这弟弟可不是什么善为 最重要的是 他不会做对自己没有价值的事情 什么意思 我知道你有很多疑惑 我会一一跟你解释清楚的 但是你现在能不能离我大哥远一点 我知道 就是离你们邻家远一点 不是 安歇 我不是这个意思 杀 你怎么认识我姐姐的 说来话超 如果我的弟弟要刻意接近你 那你可得注意了 毕竟你身上有我们 零加百分之五的股份 什么百分之五 你不是对秘密背后的世界 充满好奇吗 等你见了我爸爸你就知道了 你爸爸 灵氏集团总裁灵天 也是你母亲今晚的旧友 你父亲跟我母亲没有一点关系 至于你说的百分之五的股份 我根本就不知道 你不要乱说 好 抱歉 顾安心 你还记得我吗 安心 安心 你没事吧 安心 安心 你还好吗 还不赶紧报警 不要报警 这是我朋友 我呸 这是你朋友啊 这是你真的是 到我八辈子没了 如果不是你 我也不会乐得 现在这个地步 在干什么 安心 你想到了什么时候 爸 顾董事长 你这个时候不应该 维护自己的女儿吗 好 明月 这是我的家事 我希望你能少说两句 别管先生 但是安心的事情 我还是要管的 董事长 打扰到大家的宴会 我们现在就离开了 如果 我找了你好久都没有找到 我们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我给你解释 好吗 放开他 放开他 安心 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这是我自己的私事 你们都不用跟着我了 如果你再跟着我 再也不理你了 好了 好了 大家别看了 是个小插曲 把所有相机都没收 把照片都删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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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想到我们再次相遇的情景是这样 我失去的不仅是这一双手 还有我的意识 是一句对不起就当弥补得了的吗 雨果 我知道 我现在做什么都没有办法弥补你 不过我会尽全力 用我的一切去弥补你 对 你现在是高高在上的大小姐 你有什么事做不到的 你有什么事弥补不了的 我现在想到你这段手 用这段手来弥补我 我现在想到你这段手 这在哪里是没有监控的 更衣室和厕所那些地方都是没有的 我们现在快一个一个去找了 安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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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安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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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月 小子什么时候这么击醉了 安欣 谢谢林总 把我妹妹还给我吧 不用了 你说什么 就算你是安欣的朋友 公然在我顾家的家宴上 把我的妹妹带走 不太合适吧 她是我的人 你胡说些什么 我说她是我的人 各位 有话好好说 顾先生 林总跟安欣小姐的关系 比你想象得更加轻易 一张照片拿来证明神的 吵吵 能不能像什么样子 让他们离开这儿 还有你 就问你怎么办破事 管他们的客人 磕在那儿 这怎么能是一点破事的 安欣 他现在已经 安欣 安欣 你正如今 你不想像吗 你说什么 大哥 你们有肚子干吗 没事 吃外头 老二来 二哥先走了 回家 你没事吧 肚子没事吧 没事 你不是说人没什么事吗 怎么到现在还没醒啊 他没醒呢 不仅是因为外伤 是因为长时间 心脏负担过重 蹦血功能不足 巨魁祸首是谁 我就不就说了吧 没有 你有没有点不舒服 不用你管 如果呢 他 如果他跑了 你放心吧 我一定不会放过他的 如果你敢对他做什么 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你就是太心软了 他都把你害成这样了 你还护着他 我就是太心软 如果刚开始遇见你的时候 没有那么心软 也不会被骗 是我的错 不重要 松手 你先出去吧 我 把门带上 好 好 我们聊会儿吧 聊什么 聊林总打算给我多少遣散费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就没什么好聊的 松开 那 那我松开了你跑了怎么办 我不跑 你松开 那你说好了 不跑了 说好了 不跑 不行 你肯定是骗我的 你要是再不松开的话 我就咬舌自尽了 我咬了啊 别乱来啊 什么年代了 还真的有人咬舌自尽啊 你给我一分钟时间行吗 你给我一分钟时间行吗 说吧 对不起 我来晚了 其实走了就不用再回来了 我 我之所以会离开 是因为家里真的出了急事 我必须得走 急事需要去酒店吗 酒店 你怎么会 我怎么会知道 我不知道的事情已经太多了 失忆什么时候好的 腿伤也是骗我的 他就知道你 是一关 你呢 我这就锻我了 我现在就锻他一下 您avin 人家的帮助 你还给我 甚至硬他 我没关系 我是国家的 你又问你 不管你现在在哪儿 马上给我滚回来 安心 你等等我 我很快就回来 好 说话算话 开张 幼稚 这都是你骄傲的 不许耍赖 你拿我鞋干什么 我收起来 万一你跑了 林月 你是不是认识一个 叫顾安心的女孩啊 是 她是我喜欢的人 她是你喜欢的人 你的意思是说 其实你早就知道 她在哪儿 但是你瞒着不告诉我是吗 你是不是为了 她身上那百分之五的股份 老二 这就是你不对了吧 你怎么能因为 这么一点股份 就欺骗人安心的感情啊 再说了 要万一 安心要真是爸爸的女儿 你是不是要铸成大错了 我是真心喜欢安心 而且 她不是爸爸的女儿 这是安心的DNA报告 上面显示她不是你的女儿 如果安心不是我们的家人的话 那爸爸你怎么会给她股份呢 没错 安心确实不是我的女儿 既然大家所有人今天都在这儿来 既然大家所有人今天都在这儿来 我就索性一次性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 我之所以会给她股份 那是因为她的母亲 今晚 今晚对于我灵天来说 她是我这一生都要感恩的人 我记得当初我创业失败的时候 要不是有今晚的资助 根本不可能有今天的临时集团 所以今晚对于我来说 既是我的朋友 更是我的恩人 那百分之五的股份 是我灵天当初承诺要给今晚的 虽然说她现在人不在了 但是我说过的话 我绝对不会收回 虽然安心跟我没有血缘关系 但是今晚的女儿 就是我灵天的女儿 所以你们记住 千万不要对安心动什么歪心思 也是 二弟 你这腿是不是刚好啊 走路优着点啊 就不劳烦大 개你操心了 一路小心哦 - 我在冰封房間- - 我在冰封房間- - 不不不不- - 不要讓我難做 安心 安心,哥哥來接你了 安心 - 快上來啊- 你怎麼來了- 你還不快點上來 - 我上不去了- 我能下去反正也不高 - 等我馬上來- 馬上 - 嚇死了,你什麼時候找回來呢- 你回去告訴林玥- - 醫藥費還有欠他的錢我都會還給他的- - 跟我們走吧- - 走吧 - 醫藥費我給,請不請- 能不能不走啊- - 林玥會埋怨我的- - 男妻費我給你- jump- 憂果- 你在家嗎- - 福尉- 汽車- 休息- 多數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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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下雨了 咱们回去吧 她的行李都还在这儿 她一定会回来 我在这儿等她 那她要是不回来呢 你就一直等她吗 走吧 快下雨了 你先上车吧 我又不是没腿 我自己走 你确定吗 这走到车站要半个小时呢 下雨就下雨 又不是没有淋过雨 我知道你不怕淋雨 但是你今天穿这么透 万一给我看光了怎么办 我自己了 我自己的了 手怎么这么凉 好点了吗 好 收费转给你了 好 我们之间用不着谈钱 我不重 把你胜了 不胜的话我就不坐车了 你很有钱吗 总拿钱来解决问题 我没有钱 我只是医药画红 跟某些人学 车没油了 这附近也没有加油站 我看这雨一时半会儿 也停不了 要是不想在荒郊野外 过夜的话 我们就能另做打算 好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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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 我再次打扰一下 请问有没有手机可以借一下 老板 订房 欢迎二位贵客 老板 能不能借一下手机啊 你看其实这大暴雨下得太突然 把我这信号线都弄断了 你看 我直播都看不了 他是不是不想借我们电话 好像是 我问你们小两口有什么话 留房间里所呗 我们不是小两口 都是小两口 那你们离那么近干吗呀 帮我们订两间房吧 好嘞 一间大床房 不是 是两间房 实在是不投降 我们旅店啊 就剩最后一间大床房了 怎么可能就剩最后一间呢 我看你这儿也没有人 也不像是满科的样子 要不我们去其他家看看 好 去吧 去吧 看看我们这小地方方圆百里 是不是只有我这一家店 到时候恐怕你们回来 一间房都没喽 一间就一间吧 得嘞 去吧 现在的酒店就是这样子 总是喜欢搞一些奇迹怪怪的东西 你拿那个东西干吗 不是觉得不就是 这一只 吃飞了 进去呀 还要出来 不晓得 是 不晓得 不要晓得 再会晓得 可以吗 来 你想跟我一起睡 跟你个头 快去洗澡了 别感冒了 知道 你的衣服我已经帮你吹干了 谢谢 我们都早点睡吧 你快去把澡洗了 你坐下 怎么了 你头发都是湿的 这样睡觉会感冒的 咀嚼 我的冰箱 你干嘛 有蟑螂 蟑螂拿让你跑得快 你拿我跟蟑螂比 行了 下次睡吧 走了 我都打死了 没有了 去吧 那你睡地上 我睡就不睡 好吧 其实你也可以睡床上 但是我要准备一条三八线 我们都不能逾越这条线 你睡你的 我睡我的 明白吗 这个就是三八线 你只能睡你那边 我只能睡我这边 明白了吗 晚安 既然我们一起睡过了 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没把门的 什么叫一起睡过了 我们这个叫 共同使用过一张床 好 那既然我们共同使用过一张床了 那之前的事情可不可以原谅我 不是说 没什么事情是睡一觉解决不了的吗 我真不知道 你是从哪儿学的这些虎狼之词 你先回答我 你知道你自己错哪儿了吗 就让我原谅你 我知道 这几天我想了很多 你看着我 你看着我 我不应该甚至插手你的事情 忘了考虑你的感受 之前的百分之五十 离开你也是 为你安排工作更事 这些都是我不尊重你的行为 我自以为做这些都是为了你好 却从来没有问过你需要什么 我以后不会再擅自插手你的事情 我会用你希望的方式去爱你 你愿意多给我一点时间去学习吗 你笑什么 你好像从来都没有说过 一连串这么多话 像那些小作本一样 你先答应我 你先答应我 其实我也冷静地想了一下 毕竟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想法难免会有所不同 就像我喜欢吃烤地瓜 但你说它不畏生一样 我现在不这么想了 我的意思是 即便是这样 那也没有关系 只要我们两个人的出发点 都是为了对方好 我以后会尽可能地去体谅你 有什么事情我们一定要沟通 互相坦承 好吗 好 那我们就不需要三八仙这个东西了吧 既然我们和好了 就不需要这种东西了 好吧 但是你要答应我 不能做出 的事情 什么 的事情 就是 没什么 不懂就算了 好 没有什么 没什么 怎么办 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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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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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已經匯到你帳上了 馬上換個地方住 不要緊急忙碌 明白了 小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说你不做什么的 这次是你先挑的活 你不是都睡着了吗 你动来动去的把我吵醒了 怎么可能 我动得很轻的 我抱着我的全世界 我总睡得着 我总睡着了吗 我问你 我给你我带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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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用我 好了吧 多怪你 那我跟你道歉 你谋杀亲夫啊 我给你吹一下 你谋杀亲夫啊 你谋杀亲夫啊 真好 刚刚要找你你就下来了 那边在那间上找 来 西南 他在换衣服 你听不懂话吗 我得最后好好地跟你说一次 你要是敢对安心做什么的话 我要你好看 我也警告你 摆正自己的位置 安心是我的女人 我来负责 你的女人 安心她是我妹妹 这你说了不算 哥 你怎么来了呀 你没事吧 我没事啊 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 昨天晚上打了你 一晚上的电话你都不接 我都快吓死了 对不起啊 我手机昨天晚上没信号 他没对你做什么吧 他没对我做什么呀 走 我回家 走 我回家 我自己能走 阿丽 给我吧 谢谢 林总 哥 顾安生 你自己没有车吗 我车坏了 林总应该不会经历这些小事情 我车坏了 安心 我们走吧 我走了 你就这么走啦 拜拜 那我回去了 你早点休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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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已经是我的人了 不要跟其他男人走那么近 我什么时候变成你的人 你昨天 安心 你们 昨天 我虽然很不喜欢你 但是你对安心来说是很重要的人 你放心吧 我一定不会辜负他的 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 林总 您说顾安生还会阻拦您跟安心小姐吗 我相信安心 你什么时候做的 我相信安心很难 你干的 我相信她就没有多给你 我相信她 我相信她的 你怎样得更小 我真不会真的跟她 哥 你真的要跟我讨论这种 十八件的话题 多干 对不起吗 是不是她趁人之危 不是你想的那样 所以你是自愿的 哥 其实 其实你也可以试着了解一下凌云 如果我跟你说我做不到了 为什么 你不要对她有这么大的成见 你试着了解一下她 再说了 你们两个又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我 如果 我跟你说就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你会怎么选 不是 哥 好 你昨天一定没休息好 再去休息会儿吧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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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怎么样 是不是堪比米其林大厨啊 以后我就在家里跟你做 你就只给我米其林餐厅一半的钱 好算吗 对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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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 可能 可能 应该是你 你在哪儿学这些 我哥教我的呀 以前在家里经常做 因为方便了 我过来 味道也就一般吧 一般吗 不是吧 就提了一下我哥而已 突然气到离奇了还 我看看 他哪儿了 来 好了 硕许姑娘 要不要增加醋 不 我看你挺喜欢吃的 不用 用吧 不用 用 不用 不用的 喂 悠悠 安叔 你是想打听安心的事情吧 也想问问你好不好 放心吧 我们都很好 安心跟小瑞的滋润的喊 她都和林月住在一起了 我什么时候和她 她们住在一起了 挺好的 挺好的 我亲耳听她就放心了 那 那就先这样啊 我还要去工作 随时联系哦 拜拜 拜拜 我都听到了 我还是小瞧了安心的手段 汐儿 你跟林月的事情 跟安心没有关系 跟她没有关系 如果没有顾安心 我和林月哥哥 早都已经在一起了 还有你 哥 你这么优秀 多少女孩上赶着追你 你为什么偏偏对她 那么死心眼呢 那你跟林月呢 那你跟林月呢 没有安心 我和林月不会是今天 这个样子 汐儿 这不是喜欢 只是不甘心 努力在感情里是没有用的 你跟我就是个失败的名字 我不会失败 我相信林月 我也相信我跟她一起 这么多年的感情 她会想明白 谁一直陪着她 谁有资格站在她的身边 那个人一定是我 行 感情这个东西 她不是用时间衡量的 我不会放弃的 喂 你会让查看 她的蜜蜜蜜蜜蜜 還好 我觉得她是有了 我跟她硬是有了 你还没有去 她的蜜蜜蜜蜜蜜蜜啊 iedzieć 你告诉我 又不是第一次住在一起了 有什么不自在的 当然 有了一次的经验呢 之后会做得更好 你给我的不是经验 那个叫魔鬼体验 那我们就把之前没有做好的 没有做完的都补上 好吗 听说的 小你 你 我 我们 我 其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 这是什么 这个是心脏检测医 戴上这个呢 睡觉的时候就能保证单 如果有什么异常 他就会打给亲密联系人 亲密联系人应该是你吧 那我们两个人都有一场怎么办 那他就会打给医院 你心跳怎么这么快 没事吧 没事吧 你不会是在想什么武光实色 有一个受而不移的内容吗 我没有 我 我没有 你想什么呢 能不能给你带人一点信任 过关心小姐 那你以后 能不能也多信任我 让我成为你安全感的来源 而不是这些 好 好 睡吧 了 晚安 没事 别的 announce acknowledged 又或计算 安心是谁啊 那个你的快递 我给你放在门口了 好 谢谢 什么快递还要寄到家里呢 不行不行 我会再笑说的 说好的彼此的信任 你说 我们要买点什么类型的家具啊 安全系数最高的 应该买物美价最连的 我们要不要去看一下双人大厂啊 好啊 新疆 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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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干嘛呢 小孩子 我量尺寸 你不用量了 我是量个你 你觉得怎么样 这个窗有没有太小 不会啊 我觉得刚刚好 我睡觉不太老实 你可不一定抓得住啊 那就试试吧 你没说什么 这个窗有没有太小 这个窗户 那个窗户 本的很难死 还是不跳发 但是现在没有回来 是否有空 那是有空 你学看吗 如果那么好 这个窗户 可以 我们这么暂时 我们也认为了 喝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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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弄好了 喝水吧 看到這一切 好像又回到了剛開始一樣 只不過呢 沒有小瘸子 也沒有大蟑螂 但是呢 有一個讓你安心的好男友 你這畫的是什麼呀 球鱼啊 我说是这个人 不够明显吗 你啊 我 我有这么丑吗 拜托 多像你啊 缩在沙发上 球鱼多可爱啊 跟你一样 遇到危险 就会把自己缩成一团 手机借我用一下 你手机怎么没收密码啊 要密码干吗呀 万一那天手机丢了 没收人捡到 也知道打给谁啊 不收密码才危险呢 万一银行卡密码 什么的泄漏了怎么办 那你给我说一下吧 那你 那你有什么幸运数字 或者是喜欢的日期吗 那就 那你 就 定四一一吧 好 资深铁必满 抗笔新铁质 我喜欢 四月十一日 顾夏儿生日 谢谢 为了庆祝你回来 赵磊真的是破天荒 挪用公款买的蛋糕 好 你们说 一个男人把一个女人的生日 设成门禁密码 这说明什么呀 那肯定是用情很深啊 不是 怎么感觉你怪怪的 万一他还有一段什么感情前世 我不知道 你说会不会我就等着有一天 给樊潮女嘉宾乖乖腾地 双手奉还啊 的确 前日是这个世界上最火气的云种 其实我也不确定是不是 但是 我真的很少见他在电话里面 那个语气这么温柔 而且还带着笑意 逼他 你得问他呀 那 万一得到一个 让自己失望的答案怎么办 还不如憋着 是还没有点过去呢对吧 你既然有疑虑 你就要提起精神加速火力 守护你的爱情 在哪儿 我是不是对他的过去太执着了 其实我又很害怕 会不会在我们真实相处之后 他觉得我们俩并没有什么合适 你俩就是人尽皆知的小夫妻 谁敢来做药 就算敢来做药 咱们也得把他干下去 不管谁来做药 我都绝不会退步的 胡老板 不行 这我还什么都没说呢 一般称呼开头的都不是什么好事 不是 你听我说啊 我呢 为我们工作室切了一大的 大企业秘密招募企业形象设计 老板 我这手头上还有一堆活没做完呢 你这是想把我掏空吧 听我说呀 这单要是做成了 不仅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而且至少能实现咱们工作 是半年的奶茶自由 行 坐 工作使我快乐 加班使我更美 好 能把任前说这么清新脱俗 也就你们俩 奶茶你备喝 More than my 傀儡 一会啊 不行 你听我说啊 我的意思是 一会儿你见着甲方爸爸 可不要被惊喜 冲昏了头脑 都是人吗 未必他还有什么三等 你说的大公司 有妹啊 你说的大伙子 晓菱走 那你怎么不早说 不是 我是怕你弃单避嫌啊 我 你就万一要是投单了 那咱们这个月的业绩 可就归零了 虽然说 避嫌确实是有些作妖 但是我告诉你 这嫌真的是太大了 不行不行 赶紧 来来来 顾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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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这来都来了 而且我已经替你打听过了 这个公司呢 知道你跟小民总关系的人 屈成的处 真的 真的 所以啊 你就当是看在 奶茶的份上 钱的份 钱的份上 钱的份上 奶茶的份上 奶茶的份上 好冷 好绝情 好有魅力 更难得是 她始终如一 不爱笑 没有阴阴烟烟也就算了 居然连花枝招展 男情敌都没有 末日先生何止是不尽女色 她对熊性 可是沙发军断 到底是何方神圣 能相抚我们的冰山太子 她究竟在等谁呢 我 我生了个人 原来是她 危险荣誉警 林总 以后一定要多多关照 有机会的话 一定是要多多合作的 原来只是供应商啊 也是 你看她从上到下 也是 华中穿着 冲一下子 情敌概率 基本为妇 你 我是被赵磊骗过来的 这次的工作 我不知道是 跟你公司有关系的 我也不知道 这次合作传属巧合 是是是 这确实不是林总安排的 总而言之 我不想让别人知道 我是你女朋友 我也不想让别人说 我的公司 是走后门进来的 也不想你骗她 明白吗 谢谢你啊 林总 小卫 今天请 林总 克制一下 那要是克制不住呢 那就用心克制 我们公司的特色是二次元 但是现在市面上 互联网公司跟二次元 能够碰撞出火花的案例 并不少见 就此这样的案例 我们已经做了很多的调查 如果各位需要的话 我可以做一些类比 给大家共参考 连总 连总 其实这种小项目的签约 你根本不能参与的 嗯 你根本不能参与的 我是来抽查一下 你们市场部的工作 怎么了 有问题吗 没问题 没问题 顾小姐 合同没问题了 一付款给到你们 咱们就可以按照计划 正常进行了 好的好的 现在我们合作啊 谢谢啊 等一下 我们接受了 这位是顾总监吗 哦 是 你来一下我办公室吧 我有些理念 要私下给你传达一下 我从来没有见过我们林总 对我们工作的这么认证过 你们这次一定要好好做 不然与林总的为人 都得死 放心 死不了 你干什么呀 你把我一个女孩子 叫到你办公室了 而且为什么不叫赵蕾 顾总先把门带上 你把门带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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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来 maybe 你要把阳带上来 你把门带上去 Dann可以去照顾 你照顾 你认识 你 Itu 这是这是 那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人事现场画面 实景感强 下面请大家欣赏片段 哥 你怎么来了 我跟YuYu拿了你的地址 这是你暂住的时候 放了一些日用品在我这儿 你只能没给你送回来 其实不用这么麻烦的 什么时候开始跟我送我客套了 之前的事情 对不起 感情的事情哪有什么对错 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 我们还是会像以前一样的 没有什么事情是异常不变的 摄影院由于损毁严重 重建工程充满难题 那你听 巴黎摄影院它也会受损 巴黎摄影院重建法案 旨在为重建巴黎摄影院提供 如果 卡西莫都没有隐藏自己的情感 故事会不会回答 艾斯梅莱拉会被打动 会害上她吗 我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 世界上没有这么多如果 一切都要向前看 哥 我的爱心真的长大 以前的事情你不需要有负担 那我就像过去一样就好 我还有点事情我先走了 拜拜 我先走了 回来了 好 我去给你把饭菜热一下 刚刚谁来过了 没有谁啊 是郭安生吧 你怎么 你都知道了干吗 海文 我没告诉你是怕你生气 我怎么会不高兴呢 怎么 你哥不放心你来给我送温暖啊 不是 是我落在他家的东西 他给我送了过来 那不是有快递吗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 安生只是我的哥哥 仅此而已 我今天真的已经很累了 好多工作要做 还给你准备了饭菜 不光没有表扬我 还跟我发脾气 这么快这个培里小蛋糕就送来了 我可不像某些小坏蛋 那没良心 我才能又没良心呢 怎么了 遇到困难了 创作的时候遇到瓶颈期 其实很正常 所以你这个小蛋糕送来得很及时 所以你这个小蛋糕送来得很及时 慢慢来总会有办法的 你以后见你哥 不用瞒着我 对 不对 你还是别见他了 那我是 见还是不见 总之 你不能瞒着我 好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那我们今天就来个坦白局 有几件事情我不知道该问不该问 请讲 每天晚上给你打电话的那个人是谁 肖医生 她为什么要给你打电话 她 让我帮她追艾莉 喂 救命啊 我要挂了 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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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挂了吧 我腰受伤了 我还把厕所的门把手给转下 我现在被关在厕所里面 孤独终老了呀 那你不应该打120 110养老中心吗 打给我干吗 你 你心怎么这么狠呢你 我不是放你那一把不用钥匙吗 你把门把手再插上试试 看看能不能把门打开 我 我试试啊 开了 开了 我脑子短路了 不是一天两天了 我人生中第一次觉得 我这么惨 十分惨 特别惨 你的备用钥匙不应该给我 应该给你女朋友 我 我又何尝不想放在艾莉那儿呢 但是我现在怎么办 那去尝你的艾莉啊 那 行 那你就出了个好办法 好兄弟 对了 你明天去上班的时候 砍完腰再给自己看看脑科 好好看看脑科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你每天晚上 都笑眯眯地打电话 还意犹未尽的样子 是因为嘲笑她 是 肖玉珊喜欢艾莉 不过她也挺不正常的 这种事情居然跑去找你 陷入爱情 哪有几个正常的 你骂你骂我呢 你 你不要插该话题 还有 我先告诉你啊 我不是有意地去窥探你的隐私 我只是 帮你取快递 然后我拿到快递之后 我就我就不小心 我就瞄了一眼 却就看到是 顾仙儿给你寄的快递 我退回去了 所以里面是什么呀 鬼鬼祟祟的 我也不知道啊 我又不关心 早说嘛 早说我可以帮你打开看看啊 那万一是什么贵重的东西 多浪费啊 多不划算 既然跟你在一起了 那就要跟别的女人划清界限 最后一个问题 门禁密码为什么是零四一一 你真的不记得了 零四一一 是我们的第一个纪念人 什么是零四一一 我会来找你的 空颜 isol 依依是我们的第一个纪念日 笑语的书装的前来 如今要去了解她 人家好吗 你确定你这样能做汇报 我很好啊 我又不是因为紧张 我真的不行 看出来了 我是不认为 球连后 他们更需要能够接受这 干吗 你醒不醒啊 你挤的牙膏是我的洗面奶 妈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你在笑什么 没什么 我就是觉得 你这个设计挺好的 当然好了 成双成对的 行了 行了 师傅你就在这块儿停吧 这位乘客啊 我目的地还没到呢 我不能跟你一块儿到啊 要是被人看到 我们俩一起下车 不就破功了 你就在这儿放下 我自己能走过去 傻瓜 我送到夏谷路口 好吗 想要赢得受众的青睐 首先要去了解他们 我把受众的目标 定在了独机的90后 因为我认为90后 更加能够接受 这样Q版的形象 我们可以借力 让全新的形象 推向我们的秋季市场 来巩固来强化 我们的主题 温馨陪伴 独一无二 品牌形象设计的目的是什么呀 亦在商业用途和品牌宣传 但是现在这个设计 跟我们牛尾的心理念 极其互乎 用户定位是精准到位的 但是实际设计的这个形象 有点过于低诱 恐怕难以契合牛尾的时尚感 确实 这些备选概念形象 切入点缺乏新鲜感 有同类企业同质化雷同趋势 受众接受和针对人群的 理念传播力到达率较弱 实在是抱歉 耽误了大家宝贵的时间 不过非常感谢各位 给我们提的意见 我们都是会采纳的 我们相信我们的团队 下一次能够反馈到 很好的设计给大家 都发言完了吧 这次只是初次评定 了解了彼此的诉求之后 相信宁方可以提供 更好的设计方案 再会 等一下 请贵方的主要设计师留步 我有些意见 要和你单独讨论一下 来 还好吗 不好 信息太多了 有点饱和 不过消化消化也能写 只是初次评定而已 还要看最终的汇报结果 你刚没看到他们的反应啊 没戏了 还有时间 在这之前呢 我可以给你一些 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比如 我不想走后马 我现在只是 一点点的状态 等我真的达到了 终极状态的时候 会给你惊喜的 你好像很厉害的丫子 对不起 林总 不发音交给你一方了 对不起 对不起 快 走 好了 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了 平常性就好了 你放心吧 我绝对是活力值最充沛的一方 你就等着看吧 好 我相信你 怎么办 画不出来 慢慢来 会有办法的 要不 你再看看参考 要不你帮帮我吧 我 嗯 嗯 好 别动了 我要你别动了 你不要在后面偷偷地躲 你把这些 贴在画板上 不一样吗 我 担当你身上 我更有灵感一些 行 就这样 别动了 好 别动了 我就是说嘛 还是得实地考察 具体地看到了企业文化之后 这样呢我的设计 才会更加地有真实的 看来这次你一定会很顺利的 好 我会加油的 你去忙你的就行 好 那把这个给你 这是什么 对讲机 也是我们公司的特色 这是谁设计的 当然是林总了 有他的特色 嗯 行了 你去忙吧 好 有事找我 嗯 喂 喂 对讲机 以前怎么没发现这些 这哪里是公司啊 简直是林月大型粉丝后援团 你 你是负责企业形象的设计师吗 不好意思 打扰到您工作了是吗 没有没有没有 听说你前几天被骂得挺惨的 没事 越错越有 很正常 你可不要误会我们林总 我们林总可是我们B2M B2C的偶像 什么什么什么2M B2C的 什么什么2M B2C的 这你别管 总之我们林总真的是太有魅力了 林总做事情啊 总是雷厉风险的 而且还很帅 冒昧地问一句啊 你谈恋爱吗 没有 我一直单身 你是什么意思啊 不 不是 我不是 警方可安心小姐来一趟公司查水间 查水间 查水间 别人吗 你 怎么是你啊 我明明听到一个女孩子的声音 对不起啊 对不起 你下手这么重 你想谋杀亲夫啊 只让你鬼鬼祟祟的吓我一跳 对不起啊 明明是你嘛 跟别的男生聊那么缓 妞卫的总裁 居然偷听别人讲话 那你男朋友随便打扇 你着不着急啊 不是 我是 我是怕他爱上你 有的人看起来冷如冰山 实际上背地里搞定了男女老事 让人怪不放心呢 你吃醋了 哪有 小小气 别冲动 我们老板呢 刚认识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时间久了发现他能力还是很强 人还是很不错的 一定是误会 没事儿的 看来公司的安保系统该顺急了 我明白 这次确实是我太冲动了 你有这样的老板 我也觉得你挺为难的 真的 会习惯的 忙 忙去吧 不想找人 还没人 能 说 怎么 这今天 有 我 没有 有 头 来 烫了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来 来 疼吗 来 来 坐好了 来 这要是你一个人住啊 肯定每天都要可可蓬蓬 你这要是一个人住 可能还不如我 那就说明呢 我们俩谁都离不开谁 没事 你不要这么大心小怪 甲方建议你 上好药 立刻休息 这么温暖西裁的甲方 真是让我有一种想要长期合作 保留住心动的感觉 好 来 来 你不用怕我 这是甲方在履行保护乙方的责任 走 睡觉 睡觉 唉呀 好 巴索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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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回来了 我忘记拿资料了 顺便给你买了早餐 我 见识山女 我吵醒你了 安心 你怎么来了 想你我就来了 我给你带了便当 要不要看看 来 你做我这么可爱 我都舍不得吃了 你以后要是表现得好呢 我就给你奖励 因为我有独家秘籍 从哪儿去了 小时候我跟我哥 就是做这个互相奖励 那我以后天天都要吃这个 天天吃了有什么特别啊 我明明没有放醋 但是有的人呢 好像还吃了非醋 为什么呢 不要不开心啊 这个就是你说的那个 五级家务流仓 灵霄计划 看起来好高级好便捷啊 他就是我成立牛尾的初衷 我一直希望有朝一日 可以用真正的客气 便捷人们的生活和出现 你这个想法好棒 这一直以来都是我的梦想 但如今它又发布了 我却有点紧张和不安 林月 不是所有人都能找到 为之奋斗的目标的 而你找到了目标在奋斗 而且做得这么的好 你就是幸运心本心啊 所以呢 你什么都不要想 大胆地做就好了 大不了我养你 那我就靠你养我了 好 你